归根也净 净也复命 我们能够归根 恢复到我们的根本 那我们这个佛性本体 能够恢复到我们的根本 就是净 归根也净 已经到达清净 能够清净的时候 就可以能够了解到 所有万物万事 它的整个生长变化 所以我们就是要知道 老主他有讲一部清净经 清净 我们从两个字就可以得到答案 清就是一尘不难 净就是一念不深 这样就好了 一尘不难又一念不深 就清净了 我们心力清净就回到佛性本体 所以这个净就很重要 对我们来讲 能够一念不深 一念不深一个月都不早 月不早 我们不用受苦 我们不用受苦 就可以解脱了 真的所有身上的众生都度尽了 不过外面的众生还要度 不是说只有把心里面的众生度完就好 外面的众生都是虚幻不实在 所以度尽所有众生已经度尽了 还无量无边无数的 全部都度尽 让他们灭掉所有望向 恢复所有的佛性 灭度有没有 灭掉望向 灭就是恢复佛性 灭度所有众生 没有一个众生是我度的 这个才是真理 那我们现在这个度人来求道 都会骨骑一旋 都会记得牢牢的 我度几个 带几个人求道 带几个人求道 那一些带来求道成果了没 还没 那算不算度 还不算 所以要努力 我们自己也本身知道 道路怎么走 然后我们把那一些带来求道的人 我们也要让他一样 走路修道的轨道 真正的可以成就 而不是说 那个走马看花 我们现在很多都不踏实 那个没有实际的 走路修道的轨道 不会成就的 我们问一问 假如说没有研究心理心法 问一问说 你有信心可以成佛吗 我们怎么回答 有 那个有 有 那个是希望 希望可以成佛 可是我们研究心理心法以后 我再问说 有没有信心成佛 我们那个答案就很肯定了 对不对 因为知道这个成佛 是什么样的东西成佛 他已经摸到了 就是那个在成佛 就自己从心里面产生 百分之百信心 既然从自己的心里面产生 那个力道就很大 发挥出来就很有力道 要做就有力去做 所以这个很重要 跟希望的不同 这个是自己 确实可以大胆的 可以做到 所以我们在这个生活之中 就真的很踏实的走路 那个修道的轨道 所以归根的约静 然后静了以后 就复命了 就已经恢复 我们的 那个不生不妹的 那个本命的 所以不管是万物 不管是我们人 那个复命 都是一样的 万物的那个复命 也使十万物不再凡尘消失 那我们复命 是使我们可以回归本位 回归本位以后 我们的天地更宽广 不只有这个瘦婆世界 瘦婆世界是不大 很小 一个太阳系而已 那我们要了解说 无量无边的太阳系 在这个虚口之间 有无量无边的佛世界 所以我们假如说 看到不同 那个形象的人类 我们会说外星人 有没有外星人 有 我们用那个佛学来讲 不只有地球有人类 外面的星球 也一样有生物 有那个生长的东西 只是它的形象跟我们不同 这样子而已 这样的差别 所以我们恢复到这个本命 而且我们要了解说 我们那个佛性 它超越所有的因缘 跟所有的次然 它不落入因缘 也不落入次然 它都是超越的 所以没有一个开始 也没有一个结束 它都长存 永远都在 所以我们能够 这个静 静约互命 能够恢复 我们的本命 静纱 静 sel 静